作曲 李宗盛 萧友之和齊直刚 将坛建筑的观念推进 在基隆 摄影师赖夺阳 看见繁华逝去的 沧桑之美 因为你知道我们 美术馆在中山北路 就是要接近圆山的 算是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陆底了 所以我们要把人 聚集在我们的广场上 一向以来 都是非常伤脑筋的事情 一般参观民众 从捷云站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能 花了十分钟 然后在太阳恒的天气下 走过来 那他们一到这个广场 第一件事情就是 马上转身 然后进北美观 这样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计划 可以让人群 来接近这个广场 七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 以云端合作的方式 完成北美观 EXITE计划 在广场前 玩了一场 夏天的建筑实验 我们当时有设定一个动线 是希望民众从远方走过来的时候 他先看到这个巨大白色装镜 他可能不太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看到物锥里面 有一些物微微的产出来 然后会吸引他往前靠近 然后他的身体 这样钻进去物锥里面之后 他会发现说 原来上面有一些植物跟水物 混合在一起 他这个温度 湿度 跟视觉上的变化 其实是在北美观前面 你从来想象不到的一种体验 整个作品上其实是想要呈现一个 很正列性的空间 你会看到说 它是一个盆转性的材料 一个布 可是他经由金属骨架这样去包覆之后 然后借由他底下开口跟上中开口 这种跟人的尺度 还有跟物的尺度 跟基地风向这个关系 你会发现说 它只借由这样一个很小的装置 然后让原本一个很热的广场 就开始有一个很私密 然后很清凉的空间 这些水物 这些很人工的装置 反正带给你一种身在大自然的体验 很有趣的是 你虽然设计了它 但是它有一部分 又不是那么受你控制 它会有点扑朔迷离 然后一下子吞噬你的建筑物 然后隐藏了边界这样 这是其实是很有趣的部分 北美馆的XI计划 参考伦敦蛇行一郎 和纽约MOMA PS1的做法 要鼓励建筑的创新思维 蛇行一郎每年夏天 邀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 设计临时的户外展馆 早已成为国际建筑界的一大盛事 而北美馆的XI计划 吸引许多年轻建筑设计师提案 第一届是竹子 以竹子来形构的一个结构体 那第二届呢 它是以一个类似布面 跟纸面结合的材料 来做一个延伸延展 跟空间之间的变化 第三届建筑师 陈庭真建筑师 他是我们的首讲团队 这个浮光之间 其实非常的极简 它上面是一个风筝排列 然后下面是弧形的建筑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一届呢 这一届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这一届的作品呢 必须要回应美术馆一个命题 第四届的题目 公务所 呼应北美馆即将进行的 空调修缮工程 首讲团队发想 同音不同意的公务所作品 测动一场围气后的艺术事件 前面这个第一圈的部分 我们有定义它一个名字叫雾锥 就是它像一个 它是一个喷雾的锥形体 这整圈其实高度 大概在45到48公分 是一个人可以直接坐下来的高度 所以其实他们也可以在外面 做休息啊什么 进去参观这样 以我们的合作方式 就是一个实验性 因为我们七个人其实 并不真的认识彼此 我们都是间接认识 那过程中我们就是 用周末的时间 用Google Handout开会 所以视讯画面 就会有小的紫镜头 看到每个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换 你做的设计 你做的简报 或你想要分享的案例 这样切换给大家 一遍讨论 有来了呢 有了有了 好了 断断续续吗 讯号不太好 因为我们音价啊 或者是水雾 其实只要在当地 找到合适的场上 都可以被在线这样子 因为就是刚好 你们在台湾 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想了很多 我们这个团队 蛮特别是 有的在台湾 有的在伦敦 在上海 在北京 我们至今 还没有七个人 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过 我们最早开始 大概就是 发想各自的想法跟概念 每个人都是设计师 其实我们都很爱做设计 然后我们会花很多力气 是在用自己的设计 说服对方 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式的合作 一个很参与式的设计 就是我们在设计概念上 其实会有一些增值 发展过概念 可能三四十个也有的 就是我们在设计概念上 其实会有一些增值 用一个评分的方式 不计名的评分方式 就根据它的经济性 然后根据它的美学 根据它的不同方向 然后每个人 就是选了一个分数 然后我们的最后综合评比 然后选了这个方案 在题目上我们回应 北美馆当时提出的公路手这件事情 其实在材料上很直接的 我们会利用 比如说音架 比如说砖板 比如说织网这些东西 去回应它很工程 这件事情的材料性 这个视觉上的体验 跟体感温度上的体验 其实不是一般 我们用建筑的手法可以做到的 可是借由这个装置 我们把水雾很软的东西 跟银架这种含硬的东西 把它整合在一起 雾其实在第一圈 其实它是隐隐约约的 在雾锥之中 你渐渐地看到 但是又没有很明显 然后你被它吸引进来 然后抬头仰望天空 然后就发现你的视觉 慢慢地被剥夺 其实你也会感受到你的身体 渐渐地湿润 你的皮肤的围气候 会渐渐地感受到降温的效果 那中庭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暗示的说 其实它是一个大雾锥 那雾气的种类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也有点 就是它可能是可见不可见 因为它们的浓度的关系 然后在雾锥内 跟最大的中庭 其实有个人跟公共性的差异 也许它 我层面它可能要 隐盖了你的视觉 让你在这个空间之中 有点迷蒙 这完全是颠覆了我以前 在做设计的一种想法 对我的影响其实 它们比较偏装置的部分 把建筑撈到 比较接近艺术的层面 其实今天只是只会是 我们七个人同时 出现在地球上的同一个地方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一直都是 云端上的合作 那我们包含这张合照 其实都是用Photoshop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七个人一起 跟同一个地方出现拍照 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伦分家的客厅 中后可能上了一个礼拜的班 你很想要休息 但是想要出去 可是你还是把时间留下来 为了跟大家讨论 然后在公司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案子是属于老板 是属于你的上司人 你就是个小罗斯丁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觉得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跪下来求公司给我们假期 或者是 丢亲生每个假期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也就是因为 这样我们慢慢也在思考 是过去建筑 比较有各种各种英雄 是主义的现象 就一个很强的强者站起来 然后大家跟随他 他把事情完成这样 可是在当代 也有可能 Jesse慢慢在瓦解当中 因为建筑变得不是那么 那么明确说 它是一个什么形式的事情 它有很多可能性 这不同领域 不同专业 不同个性的 可以在一个平行 就没有跟阶级的状态下 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完成了一个作品 然后觉得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去思考的合作方式 那我们希望是 大家来这里跟雾相遇 也在雾里面跟其他人相遇 是一个有各种事件发生的地方 那我一直觉得 这个装置给我的感觉 最特别的就是 它可以做一个 你平常在夜间 比较难碰到的东西 可以让这些 再平常不过的材料 让它有一个新的表现 X-Site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年轻的设计师来讲 它是 可以完整的把自己的想法 所设计出来 然后构筑出来 最重要的是要盖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自我在做建筑的一个 实践的一部分 好酷哦 土地上留下一个手笔 可是这个手笔 要被公众所接受或认通 它必须要是美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整个现代建筑的发展 其实跟美术馆跟展览 脱不了关系 美术馆通常它会透过 每一档的策展 来带领一个社会上思考的风向 美术馆看起来像是艺术品 可是事实上这些艺术品 因为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它是对日常生活 不管是往前看的预测 或者是往回看的回顾 或者是批判 当我做一个被美术馆邀亲去审 评选一个叫 Escite Project的时候 除了让你一开始又视觉上的 第一眼的接触之外 它其实背后还是它的 你可以用concept 或者说构想 或者说它想要去弹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的那个东西 这一届的Tim的名字叫偶然 那这个偶然其实是非常贴近 我们现在当代的 他们是最年轻的团队 网路上面工作 然后跨国的连接 其实这个状态是很接近写台的状态 上一届的话 它用风筝来当作主角 构造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是一个作则 就是它平常有这种创作的习惯 那建筑是它诸多的创作预言 里面的一种 那听真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种abstrait 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一点点的 重点的东西 就跟那个 它的这个XLite的整个 整个东西其实蛮相符的 最近有那个Zahara 在台北的展览 它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去 把想象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 很多人都说一定要看这个展里面那个 淡江大桥的 Project 那可能是那个展里面 最跟我们的台湾人的将来的日常生活会有关系的 它最后设计出来的那个桥 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每天都经过哪一个东西 假设它很normal 很频繁 就像我们台湾很多的工程师为主 非设计师去处理的这些所谓的 比较结构性的桥梁 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并不特别觉得 有滋味 可是如果说 我们每天都要经过一个很美的桥 那我的日常生活会因为 哪一个人的设计的手臂 而这产生很大的影响 西班牙建筑师伊莱恩 他刚刚完成的那个 在桃园的夏福市民活动中心 它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奇妙的基地 然后附近有一座庙 最丰富的颜色都在庙顶 那他把这些颜色取下来 然后坐在他的立面上面 因此如果你去看这栋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看到那些颜色被抽象化 可是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那个颜色是跟台湾 或跟旁边的庙 是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 如果说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的作者 conceptual idea就像artist一样 那我相信建筑作为一个媒材 它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工具 建筑可以跑出很多 更有趣的东西出来 重回故乡的赖多阳 进入基隆造船厂担任监工 却意外开启他的摄影之路 拍摄凋零的渔港风华和兰岭生活 其实我以前 我虽然住在基隆 但是我并不会时常的外跑 那因为高中的时候 到了台北读书 同学之间互相认识 他们都会问说 那基隆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当时我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全部产生出问号了 我曾经转换过非常多的工作 在这个情况下 我爸爸看到了我的处境 他就跟我说 现在我们造船厂这边的话 有一个直缺 那看你愿不愿意从台北 回到我们基隆 其实我这个过程当中 我产生了很多的挣扎 我当时来到造船厂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环境 有一种陌生感 因为要看工作 所以我势必得必须让自己 学习 怎么跟大自己 二十岁 三十岁 甚至四十岁的 同事们一起相处 我才惊觉到说 原来劳工产业 已经形成了这么大的年龄断层了 基隆港口的货运 从过去的全球第七大的排名 已经落后到五十四名了 比方说有了高雄港 也有了台中港 甚至有了台北港 所以许多的一些影响之下 整个基隆港周边环境的产业 也一起连带的没落了下来 过去的话有非常多的船员 停靠在基隆港 他们可能会有娱乐 消费 饮食 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那时候有许多的酒吧 商家 我发现到这些摊家 开始没有了客人了 没有人消费了 但我还是认为 在这个环境下 有一种他与生俱来 独一无二的魅力 以前还没有接触摄影的时候 我对于基隆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透过摄影 我才发现到说 原来基隆有这么多的文化 以及它的历史 所以我那时候 发现到了造船产业 然后我也发现到了 正兵的鱼港 然后我也发现到了 卡玛丁 然后也有人爱市场 然后甚至还有委托航 这些有趣的场景 我当时被这个鱼港 给吸引的时候 是发现到 为什么这个港口 全部都是报废渔船 那时候就产生我一个好奇 所以我就上网查了资料 我才发现到说 原来正兵鱼港 曾经是一个很繁荣的 一个鱼港 它曾经有金瓜石的一些矿业 坐落在这个地方 日制时代的时候 日本人因为想要把台湾的一些资源 运输到日本去的时候 就是以正兵鱼港 这个地方 来当做一个输出口 因为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产物 当初我在拍摄的时候 它还保留着 也让我觉得 我应该要把它们拍下来 我认为这些的痕迹 是一种岁月的骄傲 拍完蓝领之后 我转而到了基隆市区 许多的客运会停靠在海洋广场 这个地方 许多的人走下了车 我看着他们那种返家 回来那种疲劳感 那时候黄昏 他们所表情上面 所带给我的一些讯息 也反映着 现在基隆的状况 有一天 我看着天桥上面的压克力板 当天还下着雨 我就把相机 对着压克力板来拍摄吧 这些模糊 撕胶的照片 纯粹都来自于我一些 即时性的反应 并不是我想要刻意营造的 基隆是一个时常下雨的环境 那这种充满诗意般的景色 一种扑朔迷移的感觉 是非常吻合 这座都市所带给人的样貌 当时我看到卡妈定的时候 他们通常应该是在一点多左右 开始有着卸货 然后开始一些新鲜的雨货 就会搬运到这个地方 非常的热闹 很吵杂 非常的吵杂 然后不断的叫卖 我就被一种浓厚的气味给吸引住 所以我才了解到说 原来我们基隆 有一个地方叫做卡妈定 供应着台湾各地 所需要的商家 观光客或者是外地人 都喜欢来基隆庙口吃东西 但是我们基隆在地人 会选择去人爱市场 这个地方是让我非常喜欢 去拍摄的一个场景 人爱市场是一个 还有很多零零种种的 一些生活习惯 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树里的文化 存在的一个地方 存在的一个地方 但我相信基隆还是有很多 我尚未发掘到的地方 那我希望借由我的摄影 不断地去帮他们拍摄下 每一张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